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 政治道注意到 节目中披露了不少涉及国家安全类的案件 2021年12月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 对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情报罪的王某等人 予以刑事拘留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 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王某 执行刑事拘留 送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国家看守所积押 片中介绍 王某等人在利益的驱使下 为境外公司非法搜集 提供涉及高铁敏感数据 这是数据安全法实施以来 首例涉案数据被鉴定为情报的案件 也是我国首例涉及高铁运行安全的 危害国家安全类案件 虽然非法采集行为 本身不会影响高铁无线通信正常进行 也不影响利涉安全 但是不法分子如果非法利用这些数据 故意干扰或恶意攻击 严重时将会造成高铁通信无线中断 影响高铁运行秩序 对铁路的运营构长重大威胁 同时大量获取分析相关数据 也存在高铁内部信息被非法泄露 甚至被非法利用的可能 间谍离境前被抓获 片中还披露了间谍张建格被抓的画面 就前边这辆车是吧 对张建格是吗 我们是郑州市国家安全局的 被国家安全机关侦察人员 一路紧跟的这辆车上坐着的 就是涉嫌出卖我国重要军工射密材料的张建格 就在张建格准备离境出国时 侦察人员在机场降级抓获 张建格是某军工科研院所一名高级科研人员 研究领域涉及我国军方重要武器装备 甚至尖端武器的研发 手握我国核心机密 据国家安全机关侦察人员此前介绍 我们国家很多还没有投入现役 没有装备的武器装备 就被张建格泄露出去 把我们研制尖端武器的情况 研究的方向 研究的现状 就毫无保留地透露给间谍情报机关 经过审判 张建格因犯间谍罪 被法院判处有机途径15年 渔民捞出不明物体 我国不仅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 也有广袤的海域 转体篇指出 海上安全环境十分复杂 有海无防 曾使我国无数次因海而伤 海防已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沿 近年来 境外对我国沿海地区实施的非法测绘 间谍窃密活动 屡见不鲜 江苏严城渔民王索在片中出镜 2021年春天 王索出海打鱼时 捞出了一件奇怪的黑色不明物体 上面带了一个很先进的太阳囊板 后面带螺旋桨 两边带翅膀 经专家鉴定 这个黑色不明物体 实际上是一个波浪滑翔机 这是一种先进的海洋无人潜航器 搭载很多的传感器 是境外势力向国国海域秘密投放的窃密装置 性能先进功能强大 能够实现侦察和情报搜集 郑志军注意到 专题片的镜头中还出现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以及中国海警船在我钓鱼岛领海内 巡航宣誓主权的同期声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其周边12海里为中国领海 你们已经进入了中国领海 要求你们立即离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